这是1988年两一战争末期 伊拉克军队秘密屠杀库尔德人的真实影像 画面中的伊拉克军人丝毫没有手软 直接拿着手上的AK 对着库尔德人进行了疯狂的扫射 而指使他们的 正是被许多人称为暴君的萨达姆 当然 萨达姆也并非完全是杀的屠夫 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让库尔德人臣服 让当地彻底阿拉伯化 以最大化伊拉克的利益 那么 这个中东最悲情的民族 究竟为何会一直惨遭屠杀呢 库尔德人又是怎么惹到萨达姆的 在中东共有四大民族 最大的当然是信封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 其次是波斯人 土耳其人 库尔德人则是紧随其后的第四大民族 他们是谜底人和波斯人的混血 基本没有建立过自己的政权 这也是库尔德人在中东 一直磨难不断的原因 库尔德人曾经被波斯 阿拉伯人都统治过 因此信仰也十分杂乱 到了近代 库尔德人主要被附近的阿拉伯民族同化 和大部分阿拉伯人一样信仰伊斯兰教 不过 倒霉的是 库尔德人一直没有成功建立起自己的国家 即便是二战过后 整个世界都进行了重新洗牌 库尔德人依旧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二战结束后 库尔德人宣布成立属于库尔德人自己的政府 并且分走库尔德民族常年栖息的一块土地 而当时这片土地属于伊朗 伊朗自然不可能允许自己的国家被分裂 于是和库尔德人打了起来 最终库尔德人的总统卡齐 穆罕默德被吊死 库尔德人独立建国的计划也宣告破产 从卡齐 穆罕默德的姓氏就能看出 他基本上和阿拉伯人没什么区别 如果放在中国 可能也就是满族和汉族的区别 但中东从来都没有建立过特别大一统的政权 所以即便是血缘非常相近的民族也都水火不容 当然了 库尔德人好歹在中东生活了那么多年 也不可能只有伊朗有库尔德人 叙利亚 伊拉克 土耳其 甚至是埃及等国家 都有一定数量的库尔德人 在这次库尔德人闹独立后 伊拉克等国家也开始防备他们 土耳其的做法是强制库尔德人不能说库尔德语 也不能教育下一代 而伊拉克人的方法则是直接赶尽杀绝 不过 就在伊拉克刚开始大规模的屠杀库尔德人的时候 转机到来了 这是1988年 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屠杀库尔德人的真实影响 而伊拉克和库尔德人的恩怨淵源已久 可以直接追溯到二战时期 正所谓匹夫无罪 怀彼其罪 伊拉克之所以对库尔德人如此赶尽杀绝 为的就是中东的液体黄金石油 二战结束后 库尔德人开始积极独立 但中东的各国也同样开始大力抵制 伊拉克更是直接采用了屠杀的手段 但天无绝人之路 库尔德人偏偏在这时候发现了石油 而这块地盘正是伊拉克境内 库尔德人常生活的地方 如果这块不发现石油 伊拉克人过来赶人 他们也就走了 但这块地发现石油了 那不好意思 库尔德人的腰杆硬得很 也有可以为之卖命的理由 就这样 库尔德人凭借着脚下的石油 迅速在伊拉克获得了一席之地 从二等公民摇身一变 直接成了库尔德自治上 加一时日 再进化成什么库尔德斯坦 或库尔德共和国也不是什么难事 不过 可惜的是 上天已经给了库尔德人第一次机会 而这次他们的克星叫萨达姆 对于有些伊拉克人来说 他是民族的英雄 是反美的斗士 但对有些人来说 萨达姆就是个挥舞着屠刀的屠夫 而库尔德人正是萨达姆的刀下之鬼 萨达姆究竟是暴君还是什么 我们不多智慧 但他的独裁绝对是举世闻名的 当时伊拉克财政吃紧 刚刚结束两一战争的伊拉克 可以说是千疮百孔 财政窟窿大的能吓死人 而解决矛盾的最好方式 当然是转嫁矛盾 处理不了的事情就干脆不处理 直接丢给别人 就这样 萨达姆盯上了国内的一族库尔德人 随着萨达姆的一声令下 复数的库尔德自治省变成了炼狱 许多伊拉克大兵开始烧杀抢掠 并且连清真寺都没有放过 当时为了避免舆论 萨达姆处决这些库尔德人 都是秘密进行的 在这个过程中 伊拉克也迅速恢复了元气 当然 库尔德人也非常有血性 开始全民接兵 甚至男人都被打磨后 战场上的男女比例 变成了男四女六 不过 当时在联合国的介入下 双方还是坐下来进行了谈判 坐下来的原因也很简单 那就是伊拉克能炸的都基本炸干了 再把他们赶紧杀绝也没意义 库尔德人自然也没有任何资本讨价还价 于是就这样加入了伊拉克的军队 伊拉克筹家不少 库尔德人上去自然也是当炮灰 但这也总比死了强 不过 萨达姆的嚣张很快就到了头 库尔德人的日子也开始改善 视频中是1988年 库尔德人遭到萨达姆政权屠杀的景象 经过几次大屠杀后 库尔德人甚至能上战场的男丁都被打光了 只能用一群女兵继续和伊拉克作战 不过 30年河东 30年河西 库尔德人的困境也很快就迎刃而解 2003年 美军悍然发动了伊拉克战争 并且迅速推平了伊拉克边境 活着了萨达姆 而在这个过程中 早就看萨达姆不爽很多年的库尔德人 终于挺直了腰板 他们迅速全部倒戈 直接调转枪口 对着伊拉克人 打仗比谁都卖力 这场战争中 美国也向全世界宣告了自己的强大力量 以及绝对的世界霸主地位 库尔德人一看美军这么靠谱 于是干脆认下了这个大哥 毕竟自己民族的大仇 还是老美帮忙报仇的 相信2006年萨达姆被绞刑的时候 库尔德人是最开心的那批人 当然了 跟大哥还得跟对人 否则被人坑了都没地方哭 美国在中东 本来就没什么靠得住的盟友 这些人基本上都是阳奉阴违 虽然表面上恭恭敬敬 但是背地里阿拉伯人才是一家 所以能收了库尔德人 美国还是非常开心的 但转眼就让他们跑去打阿斯斯了 至于建国吗 抱歉 如果画完饼直接给你做出来了 那谁还听话啊 就这样 直到2019年 库尔德人都没能等来建国的机会 反而是又和阿斯斯打了好多年仗 好不容易世界火药桶中东没啥事了 美军也撤军了 但说好的库尔德人国家呢 就这样 美国直接撒鸭子就跑 又留下了无家可归的库尔德人 在风中凌乱 美军刚公开撤退的消息两天 库尔德人就遭到了土耳其的毒打 土耳其还宣称 会将库尔德人视为恐怖分子 这更是让库尔德人如坐针毡 世界这么大 有的国家土地大到人口膨胀十倍都住不满 世界又这么小 一个仅仅三千万人的库尔德民族要到处颠沛流离 被人利用百年却居无定所 如今 库尔德人和土耳其的争斗仍在继续 在伊拉克等地的库尔德人基本已经销声匿迹 大多数都聚集在了土耳其 而土耳其也不可能容忍他们分裂领土 自然对他们是百般打压 库尔德人未来何去何从 土耳其又会不会继续和他们爆发冲突 至今仍是个未知数 土耳其又会不会继续